我們這邊是五十幾年的那個房子了 因為人會老房子也會老 會退化 人住下來的幾乎都是老人 這時候的環境很壞 我說我們這個房子要來渡更要蓋 愛家愛戶 我們就一直走下去 渡更後就是搬出去的家人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一起 讓我們的下一代 有了更多的一個未來的期待 謝謝